我非常清楚地记得 对方司机的名字 沈洪凉 沈 沈洪凉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年他有一个女儿 名叫曼宁 我对曼宁 是真心的 但是越真心 就越绝望 就导致吧 不 你不能怪曼宁 十七年前 他只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 你不能因为父母犯了错 就全部要求他来承担 所以 我只不过是想做一个合格的男人 救回我自己重病的妻子 但我没有想到 他的医疗费 会是那么大的一笔开支 他的病 只能去最好的专科医院 找最好的医生来做手术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去了国外 他们跟我说 有一个国内的朋友 想骗国外的保险公司 说我 只需要开小货车 去擦撞一下 就可以帮我找到 那个最好的医生 那天 我开着车 跟了那辆车两三个小时 无大事想 只是骗一骗国外的保险公司 在一个大晚的时候 才下定决心 你撞了他们 不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当时并不知道车上有一家人 你冷静一点 你要恨就恨我一个人 你要算这样也冲着我一个人来 只求你不要伤害曼宁 行程 爸 你 你们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你们 我 我去看一下 闻宁 谁呀 妈 连心诚 连心诚 怎么了 你转过来 你看着我 你跟爸爸发生什么事了 你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 我们一起解决 你放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放弃我们之间的 三手吧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分手吧 年心诚 你是不是想考验我 你想考验我在你和爸爸之间 会选择谁 这不需要考验啊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案的 为什么 你总要给我个理由吧 我要一个合理的理由 不能搪塞 不能撒谎 你更不要说什么 你爱上别人了 严心诚 你是我从汤离手里抢过来的 我在利用你 给你 不懂吗 我要的只有这个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